好,新增一个作业 当我们要出作业给小朋友或者学生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新增资源里面的作业 选择新增 那你可以设定 作业的名称 说明你也打一下 你可以设定 开始交作业的时间 结束的作业时间 拒收作业的时间 这算相当不错 你也可以 这不打勾就表示 我们一直在收学生的作业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 那学生持交怎么办 我们设了开始时间跟交作业的时间 在这时间交的学生一律都是正常交作业 超过这个时间的系统会另外标示 这个学生是持交的 所以这样是相当人性的一个设定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用 我就全部一直收就好了 那你可以选择提交档案还是线上文字 也可以两个一起来 然后传档你可以设定很多 最多可以传到20个档案 算是相当不错 你也可以选择活动上线的 这边虽然写1Mbps 这里不是指1Mbps 这里是指我们系统设定的 像我们现在系统设定是600Mbps 所以提交档案每一个档案可以到600Mbps 那你档案很多 你可以设定很多 也可以请小朋友或者学生压成绩的档交款 回馈 你可以给评语回馈 也可以用离线计分的试算表做 也可以用档案回馈 那一般我们通常就是评语回馈 缴交作业的设定 学生要不要按缴交作业的钮 不需要 一般我们不会刻意再让他再按一个钮 节省学生 交作业的一个动作 要不要什么声明也不用了 重新开启 这也不用 提交次数 你可以限定他只交一次两次 一般我们是不会限定 学生交错了 就让他再交一次就好了 群组 这边你可以设定群组 如果你有交很多班 一个班一个群组 这个作业是某一个班的 通知 如果有交作业要不要通知老师 持交作业要不要通知 这边你可以 成绩 一般设定100分 评分的方式你可以看一下 共通的设定这大概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做完之后就直接按什么 储存并返回课程 这样子就会有一个 作业了 那学生呢 他交作业 那老师你可以把角色切换为学生 测试一下 刚才我们设定的交作业有没有成功 按角交作业 学生可以线上编辑文字 也可以把档案拉进来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作业设定